原重患 在攻打大明失利之后 吃了败仗的黄太极 只得带着大队人马回老家了 原重患不想放过这次机会 跟在黄太极屁股后面 刺激再打一仗 就在此时 崇祯皇帝传指 要原重患进京讨论军饷问题 原重患太想要这批军饷了 于是他掉上码头 直接跟北京城而去 那么这一句对原重患来说 是凶还是急呢 厦门大学傅晓藩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名字 原重患之死 原重患一进皇宫 发现气氛不对 所有大臣都在场 旁边还站着 大同总兵满贵 满贵的身后 跟着他的副将 黑云龙 这满贵一脸怒气 所有大臣一脸的严肃 原重患进攻 还没等和皇帝寒暄 问候呢 这皇帝劈头盖来的就是三个问题 原重患 为什么杀毛文龙 为什么敌兵能够直接攻打京城 你为什么打伤满贵 这原重患就弄懵了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想不是一想 怎么忽然冒出这三个问题 崇祯皇帝一看 原重患的一脸无辜的样子 满贵叫过来 商业解开 你看 你打的伤 原重患就想不通了 前两天 皇上靠上保卫京城的这些有工人员 你满贵当着我的面 对皇上说 是德胜门的守兵 误伤的 今儿怎么成了我打的了 可是他一看满贵那脸 愤怒的表情 再看皇帝那一脸的冷冰冰的样子 知道 谁打伤满贵已经不重要 皇上要准备找替罪羊了 算了 不说了 不做任何辩解 这崇祯皇帝一看 原重患这个态度 大怒 来人 把原重患给我压下去 这话音没落大殿门外的十个锦衣卫 一拥而入 三下两下就把原重患的官服扒下来的 脖子上套上铁链 手上扎上手铐 带走了 和原重患一块进攻的还有一个 谁呢 他的副将叫祖大寿 锦州总兵 这个人是酒精沙场的老将 居然被这个场面吓得浑身发抖 这个时候 内阁首府承继命 一个七十多次的老先生 扑通就跪倒了 说皇上啊 手下留情啊 大敌当前 临政换将 兵家之大计啊 这个时候周围很多大臣都跪下求情 皇上就冷冷的说 事已至此 不得不然 意思是说呀 没办法了 我只能这样 那么原重患从进攻 到被押出大殿 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既不辩解 又不回答问题 也不喊冤教区 我就不明白了 原重患为什么不辩解呢 这么大的冤枉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其实啊 皇上那个问题 根本不需要他回答 崇祯皇帝自个儿心里有谱 早就有答案了 无非是用一种疑问的方式宣告逮捕原重患的罪名而已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分析这三个问题啊 第一 为什么要杀毛温龙 这问题 原重患早在上书中解释都很清楚了 可是今天怎么突然又发问呢 因为崇祯皇帝听信了民间的谣言 什么谣言呢 就说原重患啊 为了和黄太极一和 杀了毛温龙 毛温龙杀了之后呢 黄太极没有兑现承诺 没有把辽东还给原重患 结果反而因为毛温龙被杀 免去了后顾之忧 才有了这场北京城的灾难 言下之意 这场战争的爆发之原因就是因为 原重患杀了毛温龙 你说崇祯皇帝已经这样想了 原重患辩计有用吗 第二个问题 狄兵为什么直接攻打北京城 那就是埋怨原重患呢 你怎么没拦得住啊 这个问题包含了 崇祯皇帝深深的疑问呢 你带了这么多秦王兵马 你就拦不住黄太极的脚步 而且他原重患自己个儿 也当着众位大臣的面 说能不能劝皇帝和黄太极 结成下之盟 所以你说事情已经至此了 原重患解释还有用吗 也没用了 第三个更有意思 这明明是误告 崇祯皇帝为什么相信 因为满贵的误告解决了他的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他想不通 在德胜门外 侯师路满贵两路秦王兵马 居然被黄太极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那么广渠门外 关丁铁骑就九千人 居然把人家打得透退三十里 他觉得不可思议 当满贵误告说 袁冲焕在背后打我 哦皇帝恍然大悟了 难怪黄太极消灭不了你 袁冲焕 因为你们俩是一伙的 你们俩连起手来打满贵 那满贵能不全军覆没吗 那这个时候 他就不再考虑 从广区门外到德胜门外 这个距离炮火能不能够得着 隔着一个北京城能不能瞄得准 这都不考虑了 他觉得恍然大悟了 就这样 崇祯皇帝就觉得 袁冲焕有问题 可是 问题是这满贵呀 他为什么要诬告袁冲焕 两个原因 第一 满贵不服气袁冲焕 这原因听起来真实 那就是事实 他们两个有过节 什么过节呢 这满贵呀 年龄比袁冲焕大 资格比袁冲焕老 级别比袁冲焕高 可是权力没有袁冲焕大 所以不服气 第二个理由呢 满贵想取代袁冲焕的外人 当黄太奇攻打京城 各路兵马进京秦皇 这会儿袁冲焕又是 总指挥了 满贵还得听袁冲焕的调遣 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没办法 得诬告袁冲焕 结果呢 崇祯皇帝相信了满贵的诬告 在逮捕了袁冲焕之后 立刻下命 任命满贵 为各路秦王兵马的总指挥 让黑人龙接替满贵的大同总兵职务 让祖大寿 领导和指挥 观念铁骑 他想这下好了 黄太奇的后军兵呢 已经撤走了 内奸也除去了 人事安排也很满意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可是第三天一大早 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这崇祯皇帝大惊失所 什么消息 祖大寿带着一万五千多官宁军 撤出战场 回辽东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袁冲焕被捕 祖大寿带兵出走 朝廷顿时陷入危机 袁冲焕的一份书信 能否换回祖大寿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袁冲焕之死 祖大寿是明末清初 威名赫赫的一位将领 是袁冲焕手下最为得力的大将 宁元宝卫战 宁锦大捷都立下过汉马功劳 祖大寿同时也是袁冲焕最信任的人 那么袁冲焕被捕 祖大寿带兵撤出战场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你说这战争还没结束 又没有得到任何命令 擅自撤离战场 那叫临阵逃脱 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得军法从事 是杀头之罪 祖大寿当然知道他的这个行为这种分量 那么为什么祖大寿还敢撤出战场呢 他有三个理由 第一 他目睹了袁冲焕被捕的现场 当时就吓得浑身发抖 他心想崇祯皇帝呀 真是翻脸无情啊 他担心皇上对他也下毒手 诛连他 第二 皇帝逮捕了袁冲焕之后 任命满贵接替袁冲焕的职务 结果这满贵的手下呢 就打着官邻军的旗号 在京城周围抢梁 让周围的百姓更加的痛恨这官邻军 待不住了 第三 官邻铁骑这些部将们大多和满贵不和 再加上一听说 满贵你诬陷我们的都市啊 所以就不情愿听满贵的节制 宁可冒杀头之罪 咱跟着祖大寿离开战场 回辽东 按理说这 崇祯皇帝不是对官邻铁骑一直提防吗 把他们作为重点防范对象 不敢让他们入城呢 既然如此 他走的不就更安全了吗 其实啊 崇祯皇帝提防的是袁冲焕 袁冲焕一拿下 这官邻铁骑就不能走了 反而是依赖的重要力量 因为在整个京城保卫战的过程中 所有的明军在后金军面前个个都不堪一击 唯独官邻铁骑是越打越勇 所以皇帝知道 崇祯皇帝明白 一旦官邻铁骑撤走 京城周围的局势即将发生逆转 京城再度陷入危机 皇帝能不着急吗 所以崇祯皇帝听说 祖大寿把部队撤走了 马上召集群臣商量对策 这个时候一个大臣提出建议 说祖大寿啊 他绝对不会反朝廷 也更不可能投金国 其实他就是怕受袁冲焕之案的牵连 所以啊 只要你让袁冲焕写一个亲笔信 一定能把祖大寿找回来 这人谁啊 建议的人 他叫余大臣 是兵部指方司郎中 应该相当于一个参谋长 这么一个职务 这皇上一听 这主意好 最好立刻去办 袁冲焕能写信吗 所有大臣 就是全体的内阁成员 包括各部的上书们 心里都没谱 怎么办呢 大家伙一起来到了锦衣卫政府寺的大牢 来看望袁冲焕 袁冲焕一看 哟 都来了 祖团来慰问啊 不像啊 听一想 审我的案子吗 用不着这么多人 迎接我出役吗 也不用这么隆重啊 这个时候 这个内阁首府 成绩令 笑眯眯的告诉了袁冲焕 他们的来意 袁冲焕一听心就凉了 冷冷的说 祖大寿之所以能够听我调遣 因为我当时是都师 现在我是戴罪之身 是牢狱中的犯人 祖大寿怎么可能听我调遣呢 所以不写信 这些大臣早料到 袁冲焕是这个态度 开始轮番上阵 开始劝 袁冲焕就扔下一句话说 戴罪之身 不予国事 然后就戴不吭声了 不说话了 双方就僵持下来了 一个劝一个不理 这个时候 于大臣开口了 于大臣几句话说完 这袁冲焕 马上起身坐在书桌前 给祖大寿写信 这就奇怪了 这于大臣说什么话 一下就让 袁冲焕改变态度了呢 于大臣说 功 称这先生啊 称袁冲焕是功 你一个人独称辽东局面 天下人 莫不服功之义 量功之心 意思是说 天下人都知道你 心中有大意 对皇帝的国家的忠诚 这句话说完 这袁冲焕就有点东西 然后这于大臣接着说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是死在牢里和死在沙场 哪个更好 今天皇帝 下预旨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您 但是意思很清楚 只要将功折罪 将既往不咎 这可是您走出大牢的好机会 这句话听起来 我觉得刚开始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袁冲焕怎么就会一百八十度的弯子转过来的呢 我得仔细研究 这于大臣这句话 当我明白的时候 我心头拥挤一股凄凉 为什么 满朝文武都认为袁冲焕最有应得 没有人谁觉得袁冲焕是受冤枉的 都相信袁冲焕有罪 可是这于大臣呢 他有一句话打动袁冲焕就说 天下人莫不服公之义 量公之心 什么是义 义就是国家设计民族的大义 心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和皇上的忠心 既然如此 那么你把袁冲焕打在大牢里 那就是冤枉的 这是袁冲焕 被打入大牢之后 第一次听见 有人说他是冤枉的 而且当着全体内阁成员和所有的上书们的面 你想啊 饱受委屈冤枉的袁冲焕心中作何感想 我真佩服这位于大臣 真是一个谈判好手 打中了袁冲焕内心那个柔软的部分 因此袁冲焕欣然命笔 语气非常恳切的给祖大寿写了亲笔信 让他以大局为重 崇祯皇帝拿到这个袁冲焕的亲笔信之后 马上派信使 带着他自己的这个御旨 出京追赶祖大寿 崇祯皇帝在御旨中说 你们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勇敢 值得嘉奖 只要你们或者是切断敌人退路 或者是指导敌人巢穴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立功将既往不咎 所以信使带着袁冲焕的信和崇祯皇帝的御旨呢 就追出上海关 就在祖大寿还差一天时间的这个路程 到达锦州的时候 赶上了关天铁机 在祖大寿拿着原读书的亲笔信 读完之后是气不成声 全军将士一片哭声 哭完之后还是犹豫不决 回不回呢 拿不定主意 都怕皇帝突然翻脸 这个时候军中有一阵小轿子 走下一个白发沧桑的老太太 你们会觉得奇怪 打仗的部队怎么会有老太太 这个人呢 祖大寿的老母亲 祖大寿非常孝顺 走哪都把老娘带在身边 打仗都不例外 祖大寿的母亲 走出小轿 就对儿子说 儿啊 你们此举 无非就是因为你们的都师 受了冤枉 既然原都师没死 你们何不赶快回师入关 立功赎罪 然后再恳请皇帝 饶都师不死的 这祖大寿一定没对啊 老娘说的有道理啊 这才带着所有的官邻铁骑 回师入关 可是这个时候呀 京城周围的战局 已经发生了逆转 袁崇焕被捕 祖大寿带着官邻铁骑出关 皇太极就看到了新的战机 他立刻停止了撤退的脚步 回师再度向西 然后绕到向南 来到了京城南部的永定门前 对永定门城外的明军阵地 发起猛攻 这个时候谁呢 满贵的宗指挥 他也打仗非常勇敢 勇猛 一场血战之后 双方损失非常惨重 结果明军被打败 满贵阵王 满贵手下的黑云龙等人 被俘之后投降 这仗虽然黄太极取胜 但是双方损失惨重 黄太极也只好带兵后撤 可是他没侦测 他占了四个城池 尊化等四个城池 就是长城以南的四个城池 派重兵把守 他心想 我留下个钉子 我随时回来的 祖大寿就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战斗 四座城池 只用五天时间 一举收复 你就奇怪问你 祖大寿多大本事 怎么就把这四座金兵 重兵把守的四座城池 收复的呢 方法很简单 他没有派士兵直接攻城 把所有大炮集中起来 朝着城墙 一个点 一阵猛轰 城墙倒了 官邸铁记忆拥而入 四座城池 如法炮制 一举拿下 嘿 这消息传到京城 大皇帝高兴 高兴之余冒出这么一句 看来呀 守聊非得 蛮子不可 这袁冲焕是广西人 皇帝经常私下里 亲切的称他为蛮子 可见啊 袁崇焕的这命运呢 出现了一线转机 其实当时 崇祯皇帝 逮捕袁崇焕的时候 并没有下决心要杀他 没杀的意思 他跟另外一个大臣 交代的很清楚 几世叫做 暂窃职听康 暂时把他的职务 解除了 听后调查处理 然后根据 调查的结果 决定如何处理 可是 袁崇焕的问题 能查清吗 祖大寿亲眼看见 自己的主帅袁崇焕 在殿前被赶下狱 一怒之下 临兵出手 为了能够救出袁崇焕 祖大寿不得不返回京城 希望能够用战功 来换取袁崇焕的性命 在战场上 祖大寿接连收复实地 但是这似乎并没有给袁崇焕的命运 带来任何转机 那么袁崇焕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崇祯皇帝真的是因为那三个问题 要治袁崇焕的罪意吗 请继续收看崇祖那些年制 袁崇焕之死 其实我认为啊 袁崇焕的问题不用查 事实胜于雄辩 整个京城的保卫战 这整个过程 完全可以证实 袁崇焕是清白的 崇祖皇帝心里明镜一样的 他很清楚 所以呢 这袁崇焕这个案子呢 这仗打完之后 京城保卫战结束之后 却迟迟地判不下来 叫九拖不绝 一拖就拖了八个月 那么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呢 就是因为朝廷中有人 想制袁崇焕于死地 谁呀 这么狠 首先要说的就是温体人 这个人是礼部侍郎 这礼部啊 就是管教育 管科举 管外交 管宗教 这么个部门 侍郎就是副部长 他为什么要陷害 温宗焕呢 因为他想入阁 可是没机会 这个明朝的内阁呢 名额有限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茬 把他其中的某个人踢出去 然后自己 就可以入阁了 找什么茬呢 他是第一个写密书给皇帝 给崇祖皇帝诬陷 袁崇焕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袁崇焕呢 叫引敌长驱 欲妖上 以承下之盟 意思是说啊 这皇太极之所以会长驱直入 用他京城 就是袁崇焕 故意引来的 目的就是要和皇上民 签订承下之盟 你说这袁崇焕 本来他不是内阁成员 他不爱这温体人的事 那为什么要置袁崇焕于死地 这就是温体人的狡猾之处 因为他直接找内阁成员 那个茬找不着 所以他攻击诬陷袁崇焕 叫罪翁之意不在酒 果真诬陷完袁崇焕之后 话锋一转 就找这个内阁成员 乾隆锡的茬 说这个乾隆锡啊 素与袁通 以为常通 就是说这乾隆锡啊 向来和这个袁崇焕 关系非常非常的一切 把这个黄太极的内奸 袁崇焕 以为国家动量 温体人想 我只要把袁崇焕 置于死地 然后再说他们俩有勾结 那么打倒乾隆锡 就顺利成章了 其实温体人和袁崇焕 和乾隆锡之间 没有个人恩怨 之所以诬陷他 就是想要把乾隆锡 赶出内阁 然后他趁虚而入 可是他一个人的密疏 并没起太大作用 开始还没有影响 崇祯皇帝的这个 主见 所以呢 黄太极掉头 从通州达京城的时候 崇祯皇帝对袁崇焕 依然很信任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可是问题是 广渠门外大劫之后 崇祯皇帝的态度变了 黄太极的大队人马 撤出长城之后呢 袁崇焕被捕了 这袁崇焕一被捕 对有些人来说 机会来了 什么人呢 就是除了温体人之外的 另一拨人嘛 他们就是 我们曾经讲到过的 燕党集团的残余 他们发现 给自己翻案的机会来了 这个时候首先跳出来的 就是江西道御史高节 他给皇上上书 弹劾乾隆锡 说这乾隆锡啊 就是他的指使 这袁崇焕才敢杀毛文龙的 袁崇焕之所以杀毛文龙 是他们两个密谋的结果 然后又说 祖大寿之所以敢带兵撤出战场 那也是乾隆锡挑唆的结果 像这样的人 该杀 就这样给皇上上书啊 这乾隆锡 当然知道这事了 马上也上书给崇祯皇帝 给自己辩驳 他说我 在皇上您召见袁崇焕之前 在袁崇焕承诺五年收复辽东 推那个牛皮之前 我压根不认识他 当我听到 他当着皇上面说 他要五年收复辽东 我觉得这事不靠谱 所以才到他们的住所了解情况 就是这么一段 大臣和边关大帅之间的正常的工作交谈 没有什么密谋 为了表达自己的清白 乾隆锡提出辞称 崇祯皇帝没同意 而下旨还安抚了一下 可是这高杰不依不饶 一封一封的上书 不断的弹劾 内容完全差不多 就是反正一句话 非要把你打倒不可 这上书上的多了 这皇帝就 顶不住压力了 只好同意 乾隆锡 因病辞职吧 乾隆锡就辞职了 可是辞着职 这燕党分子觉得还不过瘾 非要置他于死地 你说这燕党分子干嘛 和这乾隆锡过不去 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整个燕党逆案 就是乾隆锡 组织之下审理的 所有的燕党分子都经过乾隆锡的手 被铲除的燕党分子 剩余的燕党分子 都对乾隆锡是 刻骨仇恨 都想借这个机会 把袁崇焕 乾隆锡打成逆党 然后他们那个逆党就翻案了 崇祯皇帝派人去查 到那个乾隆锡的亲家去搜查 结果纯属子虚无有 可是 温体人的诬告 燕党分子的这种捏造 使整个 袁崇焕的这个案子的审理方向 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怎么个转化呢 这个时候啊 皇帝不再问你为什么杀毛文龙 你和黄太极到底有没有勾结 不问这个事了 问什么呢 你杀毛文龙的时候 你和乾隆锡什么关系 这个是他问的政洁 所以他马上派人 撤查 袁崇焕杀毛文龙 你乾隆锡起什么作用 案子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 所以锦衣卫马上提审 袁崇焕就问他这个事 袁崇焕说 我杀毛文龙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自己负责 和乾隆锡毫无关系 把所有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了 其实袁崇焕光明磊落 说的也是事实 傅晓凡老师认为 无论是事情的真相 还是袁崇焕的供词 都能够证明袁崇焕是今晚 袁崇焕绝对是光明磊落之人 但是当崇祯皇帝看到这沾钉截铁的供词之后 他会作何感想呢 崇祯皇帝看了这个袁崇焕的供词之后 下决心了 下什么决心呢 下处理袁崇焕的决心 几天之后 召集全部在京的所有的文武大臣开大会 在大会上 崇祯皇帝宣布了袁崇焕的几条罪名 我觉得这几条罪名基本都是莫须有的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 且听我一条一条分析 第一个罪名叫 付托不孝 专事欺瞒 实际上就是指袁崇焕答应五年收复辽东 没做到 可是我想这五年还不是没报吗 道德在说呀 所以我认为这条不成立 第二条 世宿谋款 这是两项罪 世宿就是卖粮食 卖给谁了呢 卖给了大明的敌人 这事是这样 为了拉拢蒙古的卡拉钦布 让他帮助大明抵御金国进攻 就卖给他粮食 结果呢 这个时候人家卡拉钦人早就投了金兵了 早就投了黄太极了 所以这粮食就辗转的经过卡拉钦人呢 就转到了黄太极手里 这件事情属于袁崇焕失查 但罪不至死啊 某款就叫义和 当年袁崇焕离开京城与辽东夫人之前 曾经上书给崇祖皇帝说 他的收复辽东的方略就是 以守为正招 以战为奇招 以和为旁招 就是以守为主 以战为府 以和为权益之计 崇祖皇帝并没有反对 那么就是说 以和不构成 最过 第三 要纵敌不战 散遣援兵 还是指的那个 黄太极 直接攻打队 京城 袁崇焕没拦住 这个前面我们做过分析 九千铁骑 对十万铁骑 在力量上的悬殊 再加上 袁崇焕就是守城 可是人家黄太极 带着他的十万骑兵 机动性非常强 根本是拦截不住 还有就是散遣援兵 各路秦皇兵马 进了京师之后 这些人 一来不听袁崇焕调遣 二来战术 质量极差 根本不是 这个金兵的队少 再说了 袁崇焕当了这个总指挥之后 他所做的战略部署和安排 也上报了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也是批准了的 所以这一条也不成立 最后一条最可笑 叫做浅邪喇嘛僧树城 就是悄悄的带着一个喇嘛 进北京城 为什么说他不成立呢 我们前面讲过 袁崇焕是怎么进京城的 叫坠城而入 对吧 坐一筐里 然后绳上拉上去 这会儿这喇嘛僧往哪儿浅 揣兜里 不可能啊 你得也得坐一大筐进去 你喇嘛僧你能让他进去吗 所以我觉得 这条更加荒唐 就这么几条罪过 宣告之后 皇帝就问大伙 袁崇焕的罪名已经宣告了 你们都知道了 大家看怎么处理 所有的大臣一声不吭 皇帝一看你们不吭声 你不吭声我就说了 我宣布处理袁崇焕的决议 什么决定呢 依律折之 折就是凌迟千刀望 这会儿这大殿里安静极了 没人吭声 皇帝就没人吭声 转身命令 刑部侍郎 你去立刻到刑场监督执行 从宣布袁崇焕的罪名 到宣布执行死刑 整个过程大臣们都是一言不发 就这样 在全体大臣的默许之下 袁崇焕被处于死刑 而且是处于临时之死刑 我们前面说过 袁崇焕 整个京城的保卫战过程 完全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皇上也说 首辽非蛮子不可 但为什么八个月之后 冲城皇帝都派度180度转弯呢 冲城皇帝为什么非杀袁崇焕不可 我们下回再说 我们下回再说